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封關倒數了兩天 台股成交量持續的縮 但是氣氛還算樂觀 美股四大指數上個禮拜五 同步的收紅 台股今天在台積電 跟聯發科的撐盤之下 一度大漲超過了白點 利首在14900點之上 雖然封關之前 沒有辦法挑戰萬五 不是有很高的把握 就只剩明天了 但是台積電穩住500塊錢 最壞的狀況過去了嗎 金兔年誰可以跳得更高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 蕭又鳴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Face王教立 教立老師好 明君好 同學好 歡迎Face鄧尚為 鄧老師好 明君 同學們 大家好安 明天就要封關囉 但封關之前指數 沒有上萬五沒關係嘛 因為台積電有守住500 比較重要 穩住信心封關前 在蓄積能量 那年後可不可以漲 而且漲到元宵呢 很多人說 這個行情不錯 可以漲到元宵耶 看看外資真的很有信心 金融股毛錢的人買 為什麼呢 前兩天富邦金的尾牙 蔡明總總裁講 跟股東說抱歉 但是受險之亂已經過去了 金融股有7家硬是發出了股息 不會再壞了嗎 那不會再壞的還有ABF載板三雄 營收啊 有人可以挑戰獲利贏去年 現在買他們的股票算便宜嗎 請問老蕭老師 大陸半導體縮手補助 對決三星砍金融銅資 這對於聯電都有影響 好 聯電經驗法說會 利多利空大對戰 那半導體只剩下先進製程 比較有把握 可是電動車常亮點 哪一些電動車概念股呢 其實有轉強的實力呢 因為最近比亞迪也反彈了 最慘的特斯拉也破敵反彈 反彈了兩成 代表電動車族群要揚眉吐氣了嗎 另外前驅股方面 包含了台積電 大力光跟金控股 好多外資都最新出具了報告 怎麼看風向呢 請問照例老師 金兔年台積電成為 台股的定海神針 好 台股真的底部穩了嗎 而車電股今年 可不可以整裝再出發呢 因為馬斯克最近不敢亂講話了 特斯拉要拼擴產 股價也慢慢的 竹底反彈向上 車電股可以鬆口氣了嗎 馬教主不要再亂就好了 哪一些股票 有籌碼面跟技術面的優勢 請問鄧老師 廣告回來 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盤封關倒數只剩下明天囉 現在要你決定 敢不敢在明天買股票 因為你要很有把握這股票 年後會漲 那台股今晚今天持續亮縮 可是看起來氣氛還算樂觀 每股上週五是大漲的收紅 台股今天收盤上漲了102點 收在14927插萬五 只有零門一角 成交量量縮1497元 大盤今天穩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聯發科很穩 台積電站上年限守住500塊錢 聯發科再次重回七字頭 但是2303的二哥聯電 今天有看到三星要來縮手 資本支出的衝擊 外加法收會 看起來資金在發收會前 有一點點觀望 萬五儘管只差73點 但是老師你上次說 三根黑K 可是指數一天比一天墊高 代表要漲 今天收了一根紅K 儘管大盤沒有站上萬五 可是你覺得年後的行情 不需要太過悲觀對不對 首先我覺得這幾個字 寫得非常好 好到一個不行 他說明天對不對 我們反正是要看的 是為了 他說明天要亮麗奉關 我覺得這個機率非常的大 為什麼來 我們就看這張圖就好了 簡直是你要靜靜的看 有真相 請問這三根是往上往下 這三根第一個它是黑色的 第二個它是往下走 對不對 所以代表說我就是要亮 不要浪費時間 那這三根也是黑色的 它也是往下 所以它要長 再來 黑色的 黑色的 那這三根肯定也是黑色的 對 這三根肯定也是黑色的 問題是 假設這裡是1 這裡是2 這是3 這裡是4 那請問 3跟4有跟1 2一樣嗎 不一樣 這個黑K棒往下走 這個黑K棒往下走 對 這個黑K棒是不跌的 這個黑K棒是不跌的 對 我們經常講過在形態裡面 連續性的紅K棒 長不動 其實它告訴你我要跌了 那相對的 連續性的黑K棒不跌 所以我們面對明天 應該是要很正向的 好 為什麼可以正向呢 老師老師上週特別提醒大家 可以關注關注這個 先行指標 就是說那個參考指標 恐慌指數 繼續的向下探底 首先我們先看右側的 道瓊工業指數 各位請看 道瓊工業指數呢 來 這個在34712點 它是不是一直跌 這每天都在跌 跌… 跌到哪一天呢 跌到期間 12月22號 也就是說 你要相信真實的 什麼叫真實的 你在聽任何的一些研判 那整個研判包括我一樣 我們不可能都看對啦 那問題是有一個東西叫真的 叫商品價格 所以你要相信真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看分析 好 舉例 這個就是真的 什麼叫真的 道瓊商34712點 它就是在跌 它跌到32573 這不會是假的 好 問題是 從32573 這一天叫12月22號 是 從12月22號 一直漲漲漲漲 漲到現在 那它就是要漲到18號 這個叫真的 這個為什麼叫真的 因為這剛剛325 更正一下這邊1月18 這是1月18號 1月18不是今天 今天才16 OK 32573是12月22號 好 你看左邊 那你就知道了 股市怎麼會這麼簡單 本來就不難 因為你聽了太多的分析了 好 12月22號是幾天 也就是Mix波動率指數 爆出最大交易量的一天 好 你往左側看 請問Mix是在往上走 往下走 12月22號之前 它是不是往上 12月22號是不是往下 這個是真的 然後呢 現在在破底 對 因為它已經不是22.3了 也不是24.25了 現在報價就到目前為止 報在19.5 跌破20了 所以Mix波動率指數 是不是在破底 好 它就是 這個破底會破到什麼時候 破到18 為什麼18 因為18號要結算 對 它就跟我們台北股市的 台子期一樣 孔荒指數要結算 對 台子期不是 週選則選有每週嘛 對 那麼有月 台子期就每月 好 也就是說如果是個多方 它往往就走到最後一天 空方就一路殺到最後一天 那它一樣是走到18號 那18號結算 好 第一個它破24.25 然後呢 12月22之前是往上的 是 22號之後 最大交量所產生的交易價格 得出一條未來的頸限 對 頸限以下 不帶量的持續破底 好 我們看右側 12月22號在哪裡 就是3.573 所以它不就漲到現在 對 然後全部之後封冠 封18號 所以Mix在18號 所以你可預期的國際股市的話 持續往上看到18號 好 國際股市正向 因為這個恐慌指數結算之前 看起來是以這個收低來結算 對股市有利 那大家說 明天希望可以得到一個 亮麗封關的行情 真的滿有機會 因為外資持續的再加碼台股 不只買金融股也買台積電 外資上週五買權王4.9萬張 是三年最多的 那今年回補了506億元 買了11.36萬張 兔年高點可以看萬七 樂觀上看萬九嗎 台股大師杜金融認為 台股這波反彈 可以漲到元宵節 那除了台積電穩住 500塊錢大關之外 很多人在想說 那我這個 年前週一天的佈局 可以買什麼股票呢 不敢追高的話 可能買位置低的比較保險 一個是鋼鐵股 老師你有說大陸解封嘛 對不對 我們靠美國的這個 鋼鐵股續漲 鐵礦砂爆 鐵礦砂爆降也上來了 另外一個是ABFN 載板三雄 其實這兩 今天包含上禮拜 有看到紙碟的味道 載板三雄的股價 比大盤還要弱 可是5G AI HPC的趨勢還在 也要持續的擴產 星星 景壽跟南電 當中星星 今年明年營收 反而預估是會持續向上的 這個位置來買愛不安全 喜歡電子股的買載板 傳產的買鋼鐵可不可以 整體上因為 第一個明天封關了 最後一對交易日 所以對全市場的 所有的投資人來講 最重要是什麼 只有兩件事 哪兩件事呢 第一個買你不會怕的股票 對啊 因為你要過年了 你不需要在那邊提心吊賺 就是說 你明天進場的標立股 你不會怕 你根本不怕它會跌的 第一個你不怕的 第二個買什麼 買你認為它肯定會漲的 就這兩個目的而已 那怎麼去找出買 我不會怕的呢 那最簡單的舉例 你就看嘛 外資矛起來 天還沒有亮叫矛 石醜銀矛的矛 對 天還沒亮叫矛石 套餐 七叉 八叉 就起來買股票你知道嗎 我才是買到什麼股票 那還不簡單 你就到交易所 不就有公布嗎 你就不要看投信了 那個投信做得太短了 你就把外資抓出來 OK 好 我們就舉過去五天 過去一週就好 來 各位請看 它的進買超排行榜 就從聯電開始嘛 聯電 然後台積電 到賬風金控 你扣掉聯電 台積電 利基電 尾創 包括ETF的就不算了 傳產股只有一個鋼鐵 是中鋼 然後接下來幾乎全部 壓在金融股 你你就不用怕 當然不可能買股票 要來讓自己討勞 他也知道台股要封關 所以整體上 你就一看就知道 第一個 肯定年後 先看金融 就是說你就看它的買賣 這是真的 第一個 它不是用嘴巴講的 我不管你外資的報告怎麼寫 你要不要拿錢出來買 所以招待包括我們趙麗哥 會針對外資的買賣 跟各位做說明 來 我們看下一張 金融股外資買真的不用怕 因為其實前兩天 這個富邦金的尾牙 蔡明忠都說抱歉股東 可是最壞的狀況真的過了 因為這裡也沒有疫情的保單 所以不會有這個最大的風險 其實我認為也還好 我覺得還OK 所以我們來看 第一個最主要先看得分 在這個得分裡面 第一個先看的是最大量 如果說我們在觀察 整個技術分析的框架裡面 這一分要拿到 這一分沒有拿到代表說 它整個框架還不是很穩定 但是只要拿到這一分了 縱使它的趨勢指標沒有拿到滿 沒有拿到四分 都還OK的 舉例 國泰金控他拿到四分 對 趙風金拿到四分 我們直接看富邦金 富邦金在上週五 就是在尾牙之前 他就已經拿到滿級分了 他就已經五分了 五分你是在怕什麼 他拿到五分的標的股 你都不用怕 所以舉例 我們就看第一金控好了 第一金控 五分 第一金控在過去這十天 外資買了31568張 畫面上這些資料 我都會在包括在封關後 我們會在Line 8的時期 而且老師我發現到 通常是五分 有人欣欣 有人是減 對 減的代表說 它的營收年證率是下降的 如果是加的 營收年證率是上增 再來 信號是創歷史性高 他營收創歷史性高 我當然學五分 也有加創歷史性高的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舉例看第一金控 為什麼特別舉第一金控 因為很接近 你不用怕 就是說這裡是26.6 這裡是26.2 你怎麼差那四個月 你有差那四毛錢 對不對 好 也就是說 除非它守不住26.2 否則我們認為這裡在年後 應該有一個非常飄悍的 走勢值得做期待 今天說26.7 然後ABF窄版 這裡就有一點不同 來 我們看一下 先看左側 左側的部分 我大概把它分成兩塊 一塊呢 這是窄版 新興 景瘦 南電 針頂 底下 合金 環球金 到家間 這是矽晶圓 矽晶圓 因為今天傳出不是三星縮減下班嗎 是 可能會想到矽晶圓更成熟 但是我們休息看 如果是矽晶圓 是不是這一大塊 對 拿到五分的只有一個 只有環球金 環球金 其他沒有 OK 往上看 窄版的部分 新興 景瘦跟針頂 是拿到四分 最主要的一分沒有拿到 就是還沒有過這個最大量 這是最重要的一分 那南電的部分 他只有一分而已 你知道嗎 他只有一分 所以我們看右側 先看環球金的部分 環球金的部分 最大交易量 包在這個點 叫45 3.5 你是說第一分拿到 最重要的一分 再來呢 在短縣的部分 50分WMA跟MACD 趨勢指標的部分是正的 日線的部分呢 也全部都轉正 然後股價站上45 3.5 這個點就是個買進點 就是你沒有上 這個45 3.5之前 他沒有拿到五分 你就等 等到確定站上去了 這裡就做買進 這是個買進點 我們同時來看南電 因為今天 窄版 澡盤 其實是表現很強的 但是 牆不代表就當天是買進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比對 OK 我們看一下南電 南電最關鍵的 最大交易量幾機缸 42051張 代表在這個交易日日 買進4萬2 賣出也4萬2 所以好多人是不是在這裡 又買又賣 這個價格在263 目前為止 還有一段差距 加上在趨勢指標的部分 他只有拿到1分 WMA的1分 所以這個高評還不會 就是說你如果站在操作面的 他還是不能做買進 雖然今天早盤很強 那你一定問我說 我太想買窄版 那要挑 你知道那怎麼挑呢 好 我們看一下南電的部分 來 各位請看 2018年它是虧損 再看右側 18年的新興賺1塊 你要先看貨利 你要相信真的東西 真的就是已經公佈的 這個叫真的 價格往上漲往下跌 這個叫真的 分析是做參考用 好 所以我看左側 我們就怎麼算呢 這是美股盈餘的部分 對不對 股價盈餘不叫本益比嗎 好 這個本益比這都是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知道過去的股價了 你也知道過去 每一年的美股盈餘了 你把這個股價 除以這個美股盈餘 不就得出本益比倍數嗎 對 所以舉例2021年 它的最低是10.5倍 最高是37.5倍 去年2022年 最高是在20倍本益比 最低在6倍 目前大約落在8.5倍 你說8.5倍很好啊 那是你說的 OK 你要做比對 好 來看左側 三雄要自己比一比 你一定要比 好 你怎麼比呢 把兩個都抓出來 它這裡是5.5倍 它是8.5倍 在證券投資的立場 我認為5.5倍的競爭力 會高於8.5倍 是 所以APF宰版三雄 想要這個撿便宜的人 可能欣欣的這個條件 會比南電來得理想 另外一塊是 如果說不喜歡做電子股的人 比較擔心的 比較穩健的傳產股 其實老師老師一直看好 為什麼是鋼鐵族群 好 第一個我們在剛剛一開始講到 第一個買不會怕的 什麼叫不會怕 我一直毛起來 天天在買金融股對不對 那你就跟著來就不會怕 第二個還買會漲的 那什麼東西是會漲 你就看啊 國際鋼鋼價在大漲 國際的股價在暴漲 好 那如果知道一定漲 你就把每一家公司抓出來 不就知道 好 各位請看 這過去這六個月 這個叫紐科 所有鋼鐵股的領先指標 絕對是看紐科也不要浪 對 不要浪費時間的 第一個它率先漲提前下跌 所以它代表它是要先行指標 第二個你就把接下來 第二大 第三大 計四大 通通都抓出來 避合避拓 澳大利亞的 普向 韓國的 日本自鐵 大陸的寶武鋼鐵廠最大的 全部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它股價放在一起做比對 那一比蹦蹦蹦蹦蹦蹦蹦 一看就知道 有科丁 全部都漲到天上了 唯一就這三個還沒有到 這三個是誰呢 一個是大陸的寶武鋼鐵 一個是我們台股的中鋼東鋼 那為什麼我們台股 目前的鋼鐵股沒有跟上呢 那因為我們有一個農曆年 要封關 所以代表就是說 第一個你在找低估的 你在尋求 會有機會大漲的 那這裡它直接告訴你 你就卡位鋼鐵股 好 怎麼選 所以來 鋼鐵股的部分 各位一樣 接下來因為要進入農曆年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裡 加入我們的Light 8 不管是在今天 明天 包括在封關期間 那我會針對整個這些重量 這些主要的個股 持續在Light 8上面 幫大家做追蹤 好 感謝老蕭老師 過年期間 其實長達了十幾天的年假 大家擔心過年當中 有什麼樣的國際變數的話 其實想一想 你就滿位階低的 有法人卡位 甚至是產業絕對 今年比去年好的 剛才提到了 金融股ABF 跟鋼鐵股 是老蕭老師認為 可以比較琢磨的標的 這三個族群 老蕭老師也都做了得分表了 有些得到了五分 已經過了之前的最大量 但有些還在追分當中 如果說同學們 對剛才老蕭老師 所講的個股 或者是族群 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老蕭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相關的持股問題 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同學們來做分享 記得老師在標歌上面 會隨時做更新 同學們可以來追蹤跟掌握囉 我後來聊一下 今天很重要是這個 二哥聯電的法說會 但是在發說前遇到了 產業的多空大對決 三星砍金元代工的投資 但是大陸說 要來縮手半導體的補助 這個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 但是土羊拼命的買 跟著籌碼做就不用怕了嗎 聯電間逆勢抗疊 再等法說會的訊息出來 才要表態嗎 請問張立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 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報紙傳出來說 三星要砍金元代工的投資 這個訊息對於台灣的成熟製程 尤其跟它合作很密切的聯電 會有一些影響 台積今年資本支出小於去年 三星也忍不住跟進 砍金元代工的投資 去年宣稱2023年生產計畫不變 可是現在說 難檔晶片需求低迷 牽動台積電競賽 可能會這個資本支出金額 回到了2020年的水準 衝擊三大系金元廠 包含了信越 甚高跟環球金 對聯電的下單恐怕會縮減 可是聯電前一陣子有個消息說 大陸現在 因為錢要拿去舊房市 所以半導體的補助要縮手 有機會讓台灣的成熟製程 有轉單效應 但是現在又有利空爆出來 怎麼樣來解讀呢 聯電今天下午法書會 外資卻一直卡位 是不是沒有受到這個三星 資本支出降的影響 市場聚焦四大重點 包含成熟製程爆價 第一季產能利用率 價格競爭狀態 跟對半導體的展望 就外資一月份 買了14.4萬張買超第一 投信營一月份也買了3.7萬張 同樣是本土法人買超第一 土陽法人年前掃獲 可以成為聯電小股民的後盾嗎 那今天有這樣的一個 負面消息出來 聯電沒有什麼跌 對 沒錯 我想其實 當然正面的部分 就是中國大陸對半導體 一個補貼的部分 其實我想這一部分 其實多空看法分歧 不過世界先進 他要講出來一點 就是說縱使大陸的補貼的政策 減少 有可能會有轉單的效果 可是這些還是要認證 你也不是這個月就可以了 有可能要到今年底 因為你要認證 廠商之間假如是新的 你當然要認證 轉單還是需要認證 不是說可以馬上 可以接到單子 對 他不是馬上認證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 短線上的一個利多 所以你假如看短線的人 營收或獲利 你看不出來 所以另外的 從利機店的角度 來看一下聯電 因為他們兩個製程 都是成熟製程為主 其實利機店很簡單 他就說新年的第一季 預估有可能 駕動率會比去年的 產能利用率大概低10% 營收QOQ大概會衰退15% 第二季來講的話 大概跟第一季持平 對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就代表成熟製程這一塊 其實說真的 上半年不是太好 其實台機店也是這樣 其實聯電的說法 就可以參考利機店 對法術會釋出的展望 對 其實世界先進 也有講轉單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其實今天聯電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要比市場預期來的 好很多或壞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會 就是說它的一個 不管是去年第四季的部分 第一季 第二季稍微縮卷 那只是說第二季 會不會跟第一季持平 還是第二季 像台機店第一季 第二季就比第一季稍微 還要到QOQ的一個衰退 好 等一下我們來做說明 所以我覺得聯電 理論上來講 這一部分對於明天的股價 影響性不會是太大 好 那聯電的觀察 聽會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老師畢竟在台股封關期間 我們休息 但是美國股市持續在走 那美股在我們台股休假的期間 是會公布很多的財報 對 對 沒錯 那第一季的財報想必是不好 那這個因素對於台股而言 要不要放大來檢視 對 沒錯 所以因為剛好今年是提早過年 所以財報的部分 美股陸續的公布 從上禮拜五開始的 一些的銀行股 其實你可以看到銀行股的部分 其實一開盤都是開很低 然後之後就突然間慢慢拉上來 道瓊才整個翻紅 那當然以這一塊來講 我這樣認為 就是說就過去來講 六成以上的 因為先下修 所以EPS來講 有六成以上會優於市場預期消 這一次也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指數整理完之後 它還是會正常重告 可是怕的就是怕萬一 因為你可以看到 銀行股公布的部分 其實對於未來的展望 相對上來講 整體的總金的部分 它是比較謹慎 所以它提列呆帳的金額 都是往上拉 所以 只是說市場的目前的氛圍 相對上來講 還是比較樂觀一點點 所以 以現在來講 我是這樣 通膨跟利率的部分 短時間不會影響 可是重點來了 上期的財報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現在對於中長線 看多或看空 你知道 差別點在哪邊嗎 有的人認為中長線 它是看多的 有的人認為它中長線 還沒有走空 還有接觸 有可能會再破底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利率跟通膨的部分 短時間影響性不大 最重要的就是企業的財報 跟總體的經濟的部分 你看一下 你比如說500企業 預估今年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 大概減4.1% 美國銀行預估 今年的一個EPS來講的話 有可能會下滑10% 比現在的共識大概像 就是說 另外的摩根史丹尼 這個是大空投 就不用講 去年這個大空投很準 準到爆 他說 可是不一定會準 過去準不代表現在一定會準 未來一定會準 去年走路有風 對 有風 他認為第一季 這一季還要再下跌25% 其實不管 高升的部分 其實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出來的都是擔心什麼 他基本上不太擔心通膨 不太擔心利率 比較少了對不對 他是講未來的景氣的部分 所以這一塊不是我們現在就可以知道 所以這一塊我們一定要陸續公布 你總不能上禮拜有公布銀行股 然後你就說這一季的財報一定 那也不行 你一定是一步一步看一下 所以因為我們放長假的12天 剛好會陸續公布 所以我才會一直建議說 其實你持股的部分 不管你是看好還是看不好 不管你要進多單兩三層 進空單你也兩三層就好 或者是多空來進去 對 我覺得低持股 你就是要有持股 那只是說多空雙向 去做一個操作的 好 現在看到企業的財報在第一季 可能會有一些些大家沒有辦法抓清楚方向的情況 可是產業方面 似乎就可以比較抓出一個清楚的賣流電動車 那我們知道電動車最近受到了特斯拉股價狂崩 也害了一整掛電動車的各概念股 跌得哩哩啦啦的 可是現在看起來有出現了底部指紋 向上反彈的味道了 那我們知道今年CES 各家的大廠都推出了電動車 一個鄉庭抗禮 不只是車廠跟過去的科技大廠 也都端出了電動車 老師 我們看一下電動車 今年的情況有沒有機會倒是甘蔗 對 沒錯 我覺得電動車今年 肯定是會滿不錯的啦 未來這幾年 不要說今年 你可以看到 大陸還是全球最大的電動車市場 那有一個調查 就是未來12個月 想要買車的人 其實說真的有八成以上 他都會想要買電動車 換電動車 對 然後不是只有年輕人愛炫會買電動車 中老年人其實也是愛買電動車 另外一個沒有品牌忠誠度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現在你要了解是什麼 電動車的品牌肯定是越來越多 量一定是越來越多 所以你現在不是去做品牌廠 你要的是要買這些 可以吃到這些品牌廠的零組件廠 它可以吃到越來越多 當然這些零組件廠肯定越來越好 我懂 我覺得說它客戶很多家啦 對 沒錯 它的客戶非常 比如說從TESLA 雙B等等 好 來 都有的 對 那基於新技術來講 會比品牌來得重要 你要記得這個 那下半年的部分來講 中國大陸需求會拉升 那也上修整個年增率 就是這個是整體的 所謂的一個汽車的銷售 從富士上修到磁品 你看一下電動車的銷量 是從原本的20%上修到36%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所以電動車說真的 長線是OK的 其實我在跟大家講一個邏輯 你看最近為什麼P.A會長 P.A 你說基本面真的有很好嗎 你去看它11月2月 不 怎麼樣啊 因為手機也不好 大力光都說很悲觀 就是股價跌很深 大家那時候都不理它 然後只要以稍微正面的訊息 啪 股價就大漲了 對不對 那區東IC會怎麼大 你說現在面板好嗎 面板好的話 友達群狀早就轉斑了 對 也不是嘛 就是說股價跌深之後 剛好有利多或空窗期 利空的空窗 股價反彈 好 來 重點來了 Baby雖然81倍 可是你重點來了 它也反彈BRD也彈了18% 從這個地方 從高點下來之後 你不覺得已經慢慢的上來了嗎 另外TESLA的本益比 也從100多倍修正到35倍 你去買300塊跌到現在 剩100多 這個地方也彈21% 我要跟大家講說 35倍你覺得它能跌多少 不太可能跌多少 因為畢竟它還是一個成長股 只是說 它的競爭的壓力有可能會大 這個是對的 就是說你要再往上這樣 到這邊難度很高 可是你說TESLA 能不能漲到這個地方或這個地方 我覺得機格都非常難 可是重點 剛剛提到 不要買品牌 你要買吃得到這一些 不管是TESLA 不管是BRD等等 這一些的零組件的一個廠商 好 哪些廠商有機會呢 老師繼續從產業面幫大家來做 抓方向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目前電動車的滲透率 大概只有10%左右 另外的 今年的滲透率上看到16.3% 所以它的電動車的市場 會成長35% 所以TESLA傳出在印尼要設廠 比亞迪它也要在印度做設廠 那這用半導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到2026年 現在到有機會成長2.9倍 你說這個成長性不大嗎 其實非常的大 那這當中來講 國區之前我們跟大家講過 其實國區也漲很多 你現在2327的一個國區好了 對 慢慢的墊上來了 這種形態我跟大家報告 這種是長多的格局 好 那它的另外一檔股票 627的同心店 6271同心店 一樣是國區集團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大量區的低點 其實這個都站上了 高點 大量區的高點 你有沒有發現上來之後 高姿態的整理 其實這種股票 國區都漲那麼多的狀況之下 同心店肯定有機會 3665的茂連的部分 看一下茂連 也一樣對不對 底部也慢慢 對 這個難道電動車 跌那麼多不會比PA好嗎 不會比驅動IC好嗎 對啊 PA可以連漲一個禮拜 對啊 所以我才說 這些是你想要報股過年 或者是說你過完年之後 你想要留意的股票 位子也算低的 除了國區之外 對 除了國區之外 因為國區上來了 當然這個跟大家講過 就是感測原件好 那你看一下 同心店的部分 一樣國區起來 這個還是陳海明 持有4.57%的 它也是全三 三大的CIS的封熱廠 車用 第一軌道衛星 對不對 還有第三代半導體 都是今年明後年 對 沒錯 那個成長強強肯大 里昂 孤去年跟今年 跟明年的EPS 20.73 有沒有發現 逐年成長目標價315 目標價會不會到我不知道 可是你想要留意的股票 肯定是今年會比去年再成長 當然 連台積電都有可能說 今年比去年微幅成長而已 那其他的更有可能 那其他的更慘 所以 這種已經是非常好的公司了 你知道 那你說它是不是成長股 我們來看 這個是2019年的EPS 這個是2020 2021 這個是去年的前三季 你有沒有發現 今年搞不好 假設20塊好了 是不是也是成長 你看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這種是成長股的股票 我肯定覺得 它一定會有不錯的一個表現 貿連KY的部分來講 其實也是一樣 今年動人大概也是車用 而且它去年營收創新高 對 沒錯 你看一下它的EPS的部分 也是一樣 就股價點這樣 你看 2020這個是疫情 只是 對 15 19 對不對 到今年的前三季19塊 前三季就19了 對 那你看一下 其實他們估的有估EPS 這個是去年預估 這個是今年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挑股票 一定是挑 今年預估會比去年成長 股票又是跌下來的 這一些相對 然後產業面又是對的 我相信未來表現空間未大 好 除了車用族群老師 非常看好 今年有機會 這個脾氣態來之外 今天幫他整理一下 在這個過年之前 好多外資都在趕這個外資的 最新目標價的報告 可是大家很容易看得補薩薩 老師 我們追蹤一下 包含最近投證很有興趣的 外資狂買的台積電 跟金融股 現在目前外資他們的看法 到底是正向還是負向 怎麼抓出一個端倪呢 對 沒錯 我想投資人最關心的 因為投資人的資源 真的沒那麼多 外資的報告常常都會出 天天都會出 只是出多出少 那這一張圖表 就是前一天跟今天的 所謂的一個外資的一些 所謂的平等 或者是目標價的一個調整 其實這個對投資們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要打仗 你一定要有好的一些 工具 武器 你才有辦法打仗 假如你沒有 你怎麼跟人家打 你不知道外資在想什麼 你不知道券商法人在想什麼 你怎麼打 那這些因為真的太多了 我想我們每個交易日當中 我們都會針對 我們團隊都會針對這些 整理來跟大家表 真的很多 你比如說平等有買進的 有賣出的 有中立的等等 我把它設為三個零等 目標價的調整 它是上調 下調 跟現在的 前一天的股價的一個 漲點幅的一個比換算的部分 對 我們再看下一頁的部分 而且這貓膩是有些股票被買入 可是它的目標價卻被調降 你看沒有沒關係 我們可以問一下這個 詹藝老師在Light裡面 會跟大家分享 不同個股外資對它最新的操作 其實是有一些貓膩的 大家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詹藝老師大頭 幫我加個Light 相關資料會送給你手中 那老師我們把股 積檔各股做一個細部的拆解 對 那另外一個 這個是平等調校 你可以看到 醬汁賣出 醬汁中立 前次的目標價 最新的一個目標價等等 好 來 下一頁 那我們會從這裡面 再去篩選大家關心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台積電好了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這些都是買入 所以台積電是不是好公司 肯定中常現在是好公司 這個沒有問題 來 重點來了 台積電很多人問我說 到底還會不會再大賬 要買入 我就買 對 買入 都買入 對不對 你要買 可是重點來 你看 上條的560條到570 上條的560條 對 只有這兩家 這6家只有這兩家 這是16號的報告 13號 13號的報告 就最近了 你看下條的有4家 所以你說台積電來到508 511好了 它要再漲到520的難度 肯定是高的 因為這些人真的沒有那麼看好 真的看好他就在上條目標價 買入加上條比較好 對不對 他給你下條對不對 對 就代表他短線上來講 他不一定看得好 來 重點來了 好 大立光 為什麼台積電是這樣 因為台積電其實上半年看得比較清楚 大家對上半年看得比較清楚 可是他QOQ都是衰退 Q1比上一季衰退 Q2預估比上一季 下半年大家看比較不清楚 他說好 對不對 那大家當然會懷疑 你下半年是說真的 說假的 搞不好 不對 所以是這樣 好 來 大立光的部分來講 可以看到有買入 你不覺得這個就很亂了嗎 對啊 老闆自己都說不好 就他們有買入中立賣出 對 還有上條下條 一堆 我跟你講 來 我跟你講 這個就結論 結論什麼 這個在我們LINE都會有報告 對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 我們也會說明 好 來 那重點來 這個就像這種 有買入有太分歧了 你有沒有發現 潛在的漲幅有19% 有-40% 有正21% 你看到這個在頭上就傻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就放過 因為太分歧了吧 人都已經這麼分歧 你還跟他去 對不對 那你不就阿呆嗎 我的意思 就這種你就先不要操作 好 金融股的部分 我講最後 金融股的部分來講 因為剛好小摩對金融股 在13號就上禮拜五的時候 你看一下 出了一份很完整的報告 有中立 有賣出 有什麼 有醬汁賣出等等 這個也是他之前的目標價 這個是最新 那中間有上下調整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 他比較看好的 比如說像台信金 永鋒金 中信金 這種不是屬於壽險的 對啊 銀行類的 對 基本上以他們的看法來講 非壽險的相對還是 又於所謂的壽險的部分 所以這些我們都會放在 Light at上面 好 的確 同樣是金融股 小摩一家公司 對不同金融股的看法有不同 那為什麼他會看好 其中的幾檔標的呢 為什麼他會看壞其中的幾檔標的 當中都是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分析的理由在裡面的 那同學們如果對這塊 這個領域或這個分資料 有任何問題或想法的話呢 照理老師會透過 外資的最新調整目標價跟報告 告訴大家機檔個股 比較明確的方向 同學們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照理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交個朋友加個Line 就可以跟老師索取這份資料 那看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跟老師來做詢問囉 廣告來聊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儘管沒有站上萬五 可是護國神山有守穩五字頭大關 台股安了嗎 現在如果說你年後想贏財神 哪一些概念股已經去世待發了呢 請問鄧老師 趕快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護國神山在年前 穩穩的守住了五字頭 不要怕嗎 這個財新傳媒創辦人 謝金河 謝董說 市場的定心丸就是台積電了 連續兩年EPS 三十九塊錢以上 比市場預估的還要理想 所以回到三百七十不可能的事情 台積電穩了 底部就變高了 所以一二六一九應該很難在心 有一點打臉這個台灣先生的味道 台灣先生說萬一嘛 但是老些認為不可能 外資也狂買權王 真的要報股過年了嗎 多頭派有李洋 瑞幸 花旗 小摩 大摩等等 目標價最樂觀上看七百塊錢 那上個禮拜我大買了四點九萬張 一月份就買了十點三萬張 另外一塊我們看的是電動車 除了這個先進製程 市場產業有把握之外 電動車可能也是相對來說 大家對這個產業的共識 是比較健康跟透明的 電動車大擴產 特斯拉今晚最近股價很慘 不過要擴產七點七億美元 做德州廠 比亞迪士輝君 印度台灣廠商迎來成長動難 那這兩天感覺到有一些車用股開始 敘事待發了 德惟外資四連買 貿連營收創新高 位置很低 投信二連買 老師 我們先來問一下 台積電手住五百塊錢的話 就不用擔心了嗎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我們當時在上個禮拜 包括圓越三號新村開網盤 剛好來回測季線四四三 當時我們舉了很多 要各位做多的理由 對不對 第一個ADR連季線碰都沒碰到 然後443是碰第二次 因為在圓越三號的前一個禮拜 來過一次442.5 也是碰季線 上去再來碰做第二隻腳 然後再來我們告訴各位 台積電有兩個大缺口撐在那裡 一個叫435 一個叫437 兩個缺口頂住了 所以那個地方是非常漂亮的買點 現在大家看到是五字頭站穩 而當下有很多外資的報告都看保守 為什麼 告訴你 跌破了股神巴菲特的缺口 確實是跌破了 450到462 可是為什麼當下我們告訴你 不用怕 那個季線就是很好的買點 好 現在站穩五百塊了 當然大家會關心 支撐往哪裡墊高 就像我講的 你就把支撐墊高到480 你說會不會再來一次 巴菲特的缺口 我覺得不容易 而且你也不能夠讓它來那個缺口 因為你就要把停力點移到這裡 你新手買的 新買的你就設這個480叫停數 你說你是在季線附近買的 你的停力就移到480 這是一個策略 好 再來今天 為什麼我會跟各位提到這個車店 剛才趙立也提了 貿德為貿連 這些股票各位去想 我說精選好股搶頭箱 什麼意思 你今天買或明天買 我相信應該不是做當沖隔日沖 就是等到過年後的 對嘛 過年開往盤要搶第一個投箱 對不對 好 再來 引起兔 再來接財神 好棒 這個是非常棒的 那這些股票一定有個特色 第一個不會再跌 只會漲 那憑什麼不會再跌會漲 第一個機器低 對 打底完成 法人買進 或者是營收已經谷底翻揚了 就已經沒有更壞了 第二個特色是 去年一整年跌得太深了 是 那今年總要有一個反彈吧 講反彈就好 隨便一個反彈就有個大波段 你才有辦法接財神 那這些股票都有個特色 獲利是很好 對 機器又很低 所以這些個股各位看 這個都是獲利很好的股票 有沒有 對 你看今天為什麼說立志也漲了 再來各位看到強茂 德維 茂蓮 通通漲 而且滿整齊的 非常整齊 因為車電這一塊的產業是沒有問題 對啊 之前都沒漲 而最大的特色今年一整年都沒漲 對 都沒漲 包括剛才各位看到茂蓮 年營收還成長87% 創新高 那你說是不是該玩了 公道一下 那德維是跌得夠深了 那各位去想 他前三季賺了19塊 那也說今年大概可以賺25塊 那股價 10倍不到 是 非常好 所以待會兒 我們再用線型來跟過來做報告 好 今天老師特別整理一些 這個年後搶頭箱的個股 整理了幾個特點 包含位階構低不會再跌 而且營收還不錯 或是說呢 其實本益比相對低的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同學們可以參考 畫面上面 我們鄧老師老師的大頭娃娃 用手機掃一下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那相關資料 在Line裡面都會做分享 那同學們借跟主動跟老師打個招呼 老師呢 這個有空的時候 就會把資料呢 跟這個盤中的一些看盤的狀況 跟同學們來做討論 好 老師 那我們從K線來觀察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腦 在今年元月3號 見底42.5 當時呢 其實我們就在認為說 它在做一個形態 所以當時我告訴各位 來在基線要站在買方 那果然如果我的預期就撐住了 往上走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大型態了 各位這個低點大家知道433 對 這個地方是433 這個叫右肩 左肩 那右肩這裡低點叫442 底部是370 所以現在的關鍵就是在於這個景線位置 也就是說前波這個高點 目前還沒突破 508還沒突破 所以明天會不會突破 或者是在整個農曆年後的開放盤 能不能突破 讓它變成一個非常典型的 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那未來才有辦法往上走1比1的距離 那當然還沒有突破以前 我們都會告訴同學們 不要追高就好 回來再來買 因為這個42.5已經錯過了 那接下來如果它要回來 到五日線 短線你看五日線 然後就把停歷停損設在480 我剛才字卡提到480 當一個防守點 以這樣方式來看就可以了 好 480當防守點 那電源管理IC這也是跌很慘的 這個跌真慘 非常慘 你看 從1015 從1000多跌到212 夠慘了吧 所以我說這種股票 今年一定會至少一個反彈 但是這個一個反彈 就有很大的空間 為什麼 各位你看 我這裡跌掉了800塊 那如果反彈1分之1 很好算 800塊1分之1 240 240加底部 一加上去 那這空間400多 那可能要花一季的時間 也不錯 如果一季的時間有400塊的價差 或200塊的價差都值得爆 那這些就是為什麼說 現在明天就封關了 你買這種股票根本不用怕 而且也不會有人想賣它 為什麼 因為它是跌得夠慘了 那指標 剛交叉 Touch 我早上印圖是279.5 這是週K 但是你看收盤收多少 283 所以肯定是週K低剛交叉 是 肯定就交叉了 然後卷之筆又尬上來 忽然之間尬上來好多 所以基本上你說 到了農曆年開紅盤之後 一月份剩兩個交易日 我覺得這個就很透懂 好 茂達也是 對 它也是抵達得夠漂亮 而且你看從286 跌到99.9 也因為我股價跌得夠深 但是我的基本面子很好 我前三季賺12.3 換句話說我今年賺個16塊 我股價120幾 好便宜 本意比都個位數 底又出來了 像這種股票我覺得說 你都可以好好的佈局 尤其明天才封關 明天買 只要你的過年要用的資金 是留著 其他的一定要買 你不要等到說我年後再來追 年後追就有一個成本問題 它開高 你追不追 就面臨人性的考驗對不對 我開高 萬一一開開高5% 請問你追得下手嗎 可是你不追又看他一直往上走 怎麼辦 這個往往會造成這個人性的弱點 到時候追高的時候 受不了一追就追高了 反而不好 所以反而現在的佈局 是最聰明的 好 驅動IC 驅動IC各位看瑞鼎 這個底就很漂亮 對吧 而且你發覺300塊 這個幾乎就是低點了 為什麼 因為300塊就這個地方的位置點 你看這段時間它是磨在這支上 所撐住 所以基本上它等的是什麼 攻擊而已 等的是攻擊 然後你看 本益比 獲利很好 我前三季賺46塊 等於說我去年一整年 我可以賺到 有人說六個股本 如果六個股本才300多 是不是很便宜 超便宜的 所以基本上 像這樣好股票 買黑不買紅 拉回布局都安全 一樣是驅動IC 好 那驅動IC的細算 你看也是一個底 兩個底 三個底 好 那這個週KT是不是剛交叉 今天是禮拜一 一開盤就很明顯的告訴你 你看這是一開盤印的 一開盤就馬上告訴你 我交叉往上了 對 收盤收184一樣 好 它很清楚看我週KT 才剛交叉代表什麼 未來幾週往上走 再來我的基本面一樣很好 我前三天賺27塊 等於說我今年可以賺多少 至少賺36塊左右 那股價180 5倍 本應比就5倍 5倍真的很低 真的夠低了吧 好 那同樣的驚恐 你看它突破長期的 下降壓力線之後 也打出一個底部 那這個也是週KT剛交叉 那最重要是它卷之比維持 還在養空 30幾% 那股價是不是跌夠深 292跌到72 跌掉了220塊 跌掉220塊 各位去想我如果反彈1分 也要彈個6 70塊 再加上低點 那它至少要回到三位數 大概120 130左右 那你如果說 在這個80幾塊的佈局 那是不是空間滿大的 其實基本上換勝存 這個波段利潤是5成 好 你再看金豪科也是 這個底也是打得非常漂亮 你看股價從182剩60 是不是跌掉了3分之2 剩1分之1 但是沒有我才剛要 我才剛要發動 然後各位看我這個卷之比 也是維持 有30幾% 所以年後反而會有 運量一種咖空的氣氛 好 車用族群 車用強帽 為什麼會舉到強帽 各位這個底也是很漂亮 打了三個底 三個底了 那這個在50 即將交叉 即將要交叉 我印圖的是62塊 可是今天收盤收62.5 對 其實滿快的 只要明天再漲 突破63 那它就交叉了 得微 好 得微各位看 它從367跌掉150 也跌掉200多塊 大概6成 這個底也是打得很漂亮 而且你看很明顯 我就交叉了 對 所以你發覺到 為什麼投信也連續 去買得微 基本上我股價也跌得滿深的 再來我的本益比 也才10來倍而已 好 再來你看茂蓮KY 這個股價有創新低對不對 但是我KD並沒有 背離交叉往上 我才剛交叉往上 所以我說它今年 如果可以賺到25 6倍 這個本益比不到10倍 所以年後大漲機率是很高的 KD剛交叉 而且股價破低 但是KD沒有破低 是的 而且這個開始收斂 對 所以年後開紅盤就馬上… 放得出來 好 而且它的味道